潮州镇年度盛世2023大潮济系的活动 包含有描绘恒春乐琴 潮州戏曲及来一笔笛的主题特展 邀请乐师前来演出 还有绘画摄影比赛 针剑作品展 英文试集等内容 热闹精彩 性格力游客前来共享盛举 今天是我们潮州镇举办年度的盛世 我们潮州大潮济 在整个我们潮州的日式园区里面 我们在整个 我们潮州的一些在地历史文化 都是在我们园区来呈现出来 年度的大潮济主体还是推广 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创 包含青创 还有我们农创的一些 在地的一些文创品 来到这边玩 玩两天一夜屏东 地站行程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决定一直走进来 我觉得很漂亮很复古 我们很喜欢 不少来自全国各地游客 都对在地丰沛的艺文活动感到惊艳 而此次最亮眼的除了邀请 来自周冰乡镇的表演团体 也有在地戏曲融入 像歌仔戏及布袋戏友剧团 也进入老街 提供到访游客欣赏 因为现在他们其实小朋友 很少接触到这种文化 我们自己本身也很少看得到 对然后刚好今天也有解说 还知道他们知道布袋戏的原油 今年度的艺文设计活动 潮州镇公所更首次封街 将活动范围从认识历史建筑文化园区 扩大到建基路老街 至屏东戏曲故事馆 安排有在地美食小吃 文创手作等摊商 活络地方观光 那我们今年一路延伸到 我们的建基路老街 三三国王庙 那一路延伸到镇公所旁边的戏曲故事馆 那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现在疫情慢慢解封之后 我们需要公务机关投入一些预算 然后举办活动 那促进经济 我看今天来的游客非常多 刚刚还有碰到我们来自台中的朋友 来自其他各地的朋友 那这两天的活动 是我们带众活动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到下星期之后 我们会有明花园的公园 我们在地明花园的公园 甚至我们阿虎掌中班的 附带系的一个公园 都在下礼拜 那一路上我们从11月到12月底的 这个带众活动 强调大潮季系列活动 周周精彩 一路到12月将有歌载戏表演 布袋戏展演 动静态展示等内容 希望透过大潮季活动 提升地方亮点 促进经济发展 也能奠定潮州在地的一文品牌 记者不提杨正义 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